而日本的防灾食物每年都推成初心 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也因为技术不断的精进 让食物的赏味期限至少都长达三年 甚至还有咖喱罐头放了七年都不会坏 而现在除了保存期限之外 味道也很讲究 在东京甚至还出现一家 专卖防灾食品的减餐咖啡店 吸引民众前往尝鲜 米毛罐头或是连锁冻饭店推出的 猪肉 牛肉和盐味三种 任你选 这些罐头可能还不够稀奇 最能让你一饱眼福的是这罐 打开来里头装的可是起司蛋糕 上市后狂销30万个 就算遇到天灾也不怕没甜点吃 眼前这些都是日本推出的防灾食物 少为期限至少三年 咖喱饭甚至放七年都不会坏 而且保证好吃 光是在东京色谷这间超商里 防灾食物像是包装饼干或是罐头商品 种类琳琅满目 多达百种 专卖防灾食物 三种料理包括肉酱 咖喱 蔬菜 口味多元 让你吃个够 保存食都不知不知道 食物封装后将封口密封是最重要的关卡 才能确保不走位 在制作艾滋县风川市 防灾食物幕后工厂里头 除了每天试吃成品 还有件事 马虎不得 就是到灾区听听灾民的心声 他们最想吃什么 毕竟食物可能是灾民度过 非常时期的最大慰藉 日本人为防灾做准备意识高涨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防灾食物商机上看1.74兆日币 超过5100亿台币 难怪日本人口中的储备食物 不断推存出新 东森采新新闻综合报道